今天帶大家走這道神秘的隧道 由同路環走出海培 去欣賞 一個很美麗很寧靜的 維多利亞港 這個地方就是什麼地方呢 就是這個位置 這個就是二和五炮 在每天十二點鐘都會明炮日響 這裡 我們去哪裡呢 我們在這位置坐船 去這些地方 有人去到這地方釣魚 這裡是燈塔 你可以坐在這裡 我們怎樣去呢 其實就是在銅鑼灣 銅鑼灣的出口 在D1出口 銅鑼灣的D1出口 一會的視頻也會教大家怎麼走 這是一個隱世的地方 D1出口 D1出口就知道 D1出口 D1出口 走一條隧道就去到這個 有一個出口出來 坐船 坐街道 去一些防波堤 看燈塔 我會帶大家去到哪裏呢 我們看回這道 衛星圖 我會帶大家 去到 這個防波堤 墊墜這個位置 欣賞這個遺境的 景色 360度欣賞 這個遺多利亞港的 只有你自己一個人 或者和你的心愛的人 一起欣賞 遺多利亞的 境色 來到這一片的淨土 你會拋開所有的煩惱 去的地方一定要記住 潮水一定要過1.5米 才去一去 所以一定要帶大家潮水 亦都要跟羅艇家的電話 不然 艇家不知何時來接你 你是走不到的 記住 在防波堤的 尾端那裏 都有個電話 可以聯絡艇家的 記住這點 這樣才會去 我們在銅鑼灣的D1出口 一路向海邊那邊走 就要去這裏吃 去西貿中心 走到西貿中心 我們再在西貿中心 廣告 練習 跑去西貿中心 你也在青年 要尾端那邊 坐牆 去西貿中心 走去西貿中心 我们下期再见 这里是玻璃门转进去 一路跟停车场方向去 这是世贸中心的停车场 转进去 跟五炮的位置去 在放下的小匙 后来给五炮的位置去 点灯 中的壶 几分之后 要在几分之后 旁邊的黃色牌寫著二和五炮 上樓梯後到碼頭 我們在那裡等船 問清楚船家去登塔 因為這裡有兩種船 一種是去遊艇會 一種是去登塔 或者釣魚的魚友 會坐在街上去防波堤的釣魚 好,我們的艇來了 我們上船 大概五分鐘會到登塔 記得下船之前和船家拿個電話 因為一間你走的時候要叫船家來接你 這條防波堤上面 在左手邊也有個牌子 上面寫著一個電話 大家都有需要去叫船家來接你 在手機上看 在箱家底上夾腦筋 也要往大,其他地方 再按開箱 在夜市中在大飛機上 加賞另一位網路 開箱 在加小三角 拍完相片就打電話叫艇家來接我 大約等了10分鐘 這個艇就能力到 上了碼頭之後我們直走 走出去馬路 右手邊那邊大概走半分鐘 我們會去到這個以往那個五炮那裏 那大家可以參觀一下 謝謝 感謝觀看 記得訂閱香港背包 有新視頻第一時間通知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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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邊 我來明天 報告